8月25号 大新机场迎来2020年第二次航班转场 届时 东航 南航部分航班将由首都机场转场至大新机场 24日上午 中医社记者来到大新机场提前探访 据介绍 此次转场大新机场 东航和南航 计划转场航班量分别为40班和51班 共计91班 本次转场完成后 东航及旗下中国联海航空 有87%左右的载金航班在大新机场运行 这40个航班转过来以后 其实是把我们今年冬春季的10月份的航班换季 提前了两个月来完成 转过来以后 在大新机场 东航的整所有的航班要超过280余班 南航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包新燦介绍 完成本次转场后 南航在北京航班运行量的80%将转场至大新机场 南航集团在大新机场计划日均航班量将超过330个班次 通达48个航点 这次南航转场主要是设计到的航线 包括像湖南 东北和新疆三个地方的航线 其中特别提醒的就是南航的乌鲁木齐 沈阳 长春 哈尔滨和长沙 这几条航线的航班将全部转场到大新机场运行 另外 我们从北京来往向广州 深圳 成都和昆明四个城市的航班 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广大旅客 仍然是维持首都机场和大新机场两场运行 大新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机场运行情况 大新机场后续或将启动第二第三阶段航班转场 设计南航 东航 上航 国航等相关航空公司 由于南航 东航等航空公司在大新机场和首都机场两场运行 大新机场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和接送机的亲友 务必提前确认出发或到达机场一面误走 但是万一真的他误走到了大新机场 我们会给他发放一个旅客误走的标签 然后拿着这个标签 他前往首次机场的时候 可以享受一些快速通关的服务